1996年虽然是解岩 可是台湾的解岩到今天来讲 还不是完全跟西方社会一样 比如说你现在警察 他犯了错 你如果当面跟他吵的时候 他说你是妨碍公务 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很多法律 真的是应该要改就应该改 可是立法委员在修法律 他都不会去想到说 把那个人权看得很重 台湾的社会真的说 社会的不正义到现在还在 所以大家都今天有幸来这边 坐一坐来谈一谈 看一看 太极门案子我个人认得是说 是宗教扫黑还有政治迫害 可是到今天他还没悔改 这那些加害人他没有承认说是他错 结果我们想一想说六个年度有五个年度 已经归零了 为什么另外只有一个年度 八十一年度的那个税 行政法案的判决是在最高法案判决之前 他就已经确定了 确定以后他再来一个 行政诉讼法再审有五年 你五年也超过啦 所以我觉得台湾很多法律 该改了但是立法委员都不会去改 所以大家一定以后要你的选区 一定要选到好的立法委员 那你们认为哪个法律有问题 一定要跟他们讲 因为他们不会去为了人民百姓 去立很好的法 企业家啦什么那有关的法律 他们会去修 所以大家一定都在往前在努力 我希望说这个案子快一点 财政部站出来 就说当初税单开错了 就依照行政程序法自己把它撤掉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什么提起再审 不要财政部长他有担当站出来 他说当初那个税单是开错啦 行政处论错啦 那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自己注册首分 那这个六个年度通通归零 那这个案子都可以了啦